有31年历史的大连国际马拉松赛 是中国马拉松金牌赛事和最具影响力赛事 国际路跑协会会员赛事和国际田林授予的标牌赛事 从1987年第一届大连国际马拉松赛 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30届 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马拉松赛事之一 2018年第31届大连国际马拉松赛 将于5月13日中月在大连市东方商务区 国际会议中心云枪起好 结果国际赛事是轮椅项目3万人参赛 本次赛事共设7个大项 4个小项 包括男女个人马拉松 马拉松团体赛 4时2比195公里 男女马拉松接力 4时2比195公里 男此轮椅马拉松 4时2比195公里 男女半程 马拉松 21.0975公里 男女轮椅半程 马拉松 21.0975公里 男女10公里 健身跑10公里 男女迷你马拉松 4.2公里 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三万名运动员报名 其中 马拉松赛2811人 马拉松团体375人 马拉松 马拉松接力678人 半程马拉松 13000人 10公里 健身跑3000人 迷你马拉松 2000人 轮 以项目 25人 高水平选手增加 按照国际田园 金标 赛事的要求 大马需要邀请12个以上国际田园金标运动员 且至少来自4个国家 从而保证赛事的国际性和高水平 今年大马的高水平外级运动员人数为67人 其中 男运动员最好成绩在2小时10分以内的有9人 女运动员最好成绩在2小时10分以内的有7人 顶尖高手共计19人 创下一届赛事新高 男选手最好报名成绩 维肯尼亚选手 维克托基普希奇尔 拉格特成绩是2小时7分39秒 女选手最好报名成绩为 埃塞俄比亚选手 V-U-R-M-D-S-E-W-R-K-E-N-D-S-A-G-D-E-S-A 无尔美法莫可内是埃塞俄的2小时24分04秒 波士顿马拉松BQ赛 大马举办历史悠久 是享誉国内爱的品牌赛事 被国家体育总之 评委中波马拉松金牌赛事 作为任国际长跑协会认证的赛事 大连马拉松的成绩是被波马认可的 也就是说大连马拉松 可以做可以直接做BQ赛 这也是大连马拉松更吸引好久的地方 届时腾讯体育将对比赛进行视频直播 你将在腾讯体育PC端 腾讯体育APP 腾讯体育移动端观看精彩的大连马拉松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订阅本频道